在這一陣子我會說一下處理 如果我們裏面有負面的想法 例如懼怕、害怕、不開心的事情 或者一些負面的力量 或者一種熟靈的 好像覺得自己不夠熟靈 就是之類 這些所有的感覺 或者一種負面的力量 我們怎樣處理呢? 其實在神裏面總是可以處理的 而最重要的是 在神裏面 只要我們信靠、親近、遵從 祂一定會每一件事都會變好 神說了是這樣的 聖經有很多經文說到這方面 先求祂的國和義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 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不決 一個人是走神的路的時候 福氣就會跟著祂 祂說到約失了 百事順利 因為祂有耶華的同在 當我們時時在親近神的時候 神一定會祝福 但問題是怎樣處理很多事情 第一就是過去了 過去的失敗、過去的罪、過去的情緒 想回過去的事情 這些全部都是不好的 聖經有句說話很簡單的 就是說到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所有以往的事 我們是要學習忘記 但是未忘記之前 我們要學習忘記 不是就這樣失憶 而是我們能夠接受 那件事發生 和相信神的恩典 什麼叫接受呢 例如說 以往做錯事 這個很普遍的國 我都會有的 以往做錯事 接受我都是罪人 我都會做錯決定 我都會做錯某些事情 我都會說錯某些事情 我都會在屬靈上 可能有些嬌我 或者什麼什麼 這些一切 我接受我都是罪人 所以我做錯的錯事 並不是世界沒人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人當有做錯 就覺得很內疚 就 糟了 我以往做錯那麼多事 沒有希望 我永遠都不會翻身 永遠都起不了身 會有這種負面的感覺 這種負面的感覺 其實是 破壞性 和我們做錯的事情 可能是一樣的 而以往做錯的事 耶穌是真的赦免的 耶穌是赦免的 耶穌是赦免的 但是很多人 會經常在這裡 說自己 控訴自己 我 以前做過不好的事情 這件事情 和我們的控訴 兩樣的後果 是不相伯仲的 有時候可能 這個指控的後果更大 有時候 基督徒也會相信 有所赦免我 但是 經常都覺得 唉 為何會做到這樣的事 真的 對自己很失望 很後悔 這種控訴 即是說自己做錯 就一直留在心裏面 問他 是不是赦免呢 赦免了 但是那個控訴 不斷留在那裡 那個人永遠都起不了 就是那個情緒和靈命都起不了 神就是不想我們記住那些事情 神是想我們放手這些一切以往的事情 就放手 但是怎樣放手呢 第一 我們接受我都是罪人 不要覺得自己 廣東話一句 不要覺得自己這麼厲害 即是我自己都讓 雖然我是牧師 我一樣是犯了很多的罪 我真的會說 我真的不是這麼厲害 不是我有什麼好 是神提升我 在我軟弱 犯了很多錯誤的時候 神提升我 以至呢 我真的有很大的提升 尤其在四年充滿之後 就更加讓我看到 完全處理罪 和過去一切的重現性 在我未經歷四年充滿之前 我有時候會有些罪犯 又覺得不是很重要 即是 覺得 總之會有人 即是 每個人都會犯的 有些牧師都會犯的 就覺得 有時犯的罪都會 難所避免 即是 有這種感覺 但呢 其實 一方面是這樣的 另一方面 也會有種控訴 即是說 有些是做得不好 但當我經歷聖靈 我就看到 哇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神的平安 我就覺得很好 我就很感激神 很感激神 我又看得到 為人祈禱 真的很多人得祝福 我就說 神啊 我很想脫離這些一切 首先 過去發生的罪 以及 我以後 不要再犯罪 第二 就是過去犯罪的控訴 如果我 不脫離那個控訴 我就會 經常覺得自己不見了 於是 所以我就 聖經裡面 其實重複地告訴我們 憂傷痛悔的靈 主要被輕悍 神一定不會輕悍 所以 我們就深信 神一定會 卸臉 神一定會 所以 所有過去的罪 射臉 有給我一個新的 但是我一定要 找到處理的方法 處理的方法 有很多步 對付罪 我現在 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入心 一彈出來 例如 看少一個人 沒有耐性 猛 有任何不好的意念 我立即就 用輕鬆 輕鬆得性的 德性 步步 第一 就是留意到 我有這個意念 不好的意念 第二 破壞性 他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得力 第五 就是選擇順服 即是當我一有這些罪的意念 我立即留意到了 因為我經常都在一個 祈禱 讚美的狀態 所以經常都 儘量在一個喜樂的狀態 開心的狀態 就算有些事未解決 我也說 不要緊 一定解決到的 我又會在一個喜樂狀態 我會不會說 哎呀 還有很多事情未做 未搞定 我不會因為這樣 而心就會壓住 我就選擇 壓住另一件事 我就立即選擇 我留意我被壓住 罪有一樣 被壓住 留意到 立即知道破壞性 有些事未做好 然後聖經觀念處理 聖經就叫我們 一切的重擔交給神 然後就是親近神得力 然後選擇順服 我就選擇 不要想了 放手 不要緊的 這些事未做完 而罪呢 我一留意到 我立即 就留意到了 然後就破壞性 那些罪有破壞性 有聖經觀念處理 然後就親近神得力 然後就選擇順服 那我就 就發覺那些罪的意料 一來 我立即就處理了 那真的可以 那些罪就在腦裡截停 立即截停它 並且用正面的思想取代 用正面的思想 譬如說 那個人真的很煩 幫基督幫不了 又不愛主 那我正面的意念性 意念是什麼呢 神永遠都是對我有耐性的 我們幾多次不聽說 神有耐性 所以我都學習 神對祂祝福 不要計較祂軟弱 不要緊的 繼續幫祂 祂 祂興起不了 暫時未興起不了 不要緊 我做了我的任務 我已經做好了 而祂有些少許進步 已經好 那就欣賞祂 但是祂有時不聽話 又接受 然後就求神給我聰明智慧 於是我就處理罪 以及情緒 其中一個我處理很多 就是情緒 人的情緒 是有時可以說莫名其妙的 不一定有原因的 用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當你和一群朋友玩 很開心 然後你就回家了 回家的途中 可能會不開心 之後才的歡樂 沒有了 那些朋友現在不在了 就會有一種 就會有一種 有時不一定想過 有時不一定想過 有時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失落感 就是 那些朋友已經走了 回去了 就有一種這樣的失落感 如果我是這樣的情況 我又會立即告訴自己 耶穌陪著我 可以喜樂 可以開心 就是 不需要因為那個朋友 分手 失落 或者是 聚會 很開心 自己一個人走的時候 不需要覺得孤單 因為神和一切 有時不一定說 真的會孤單 其實不是真的 覺得很孤單 但是他自己會覺得 那些人走開了 就會沒有那一陣子的開心 就是 不是說 真的很孤單 不是說 真的很悶 很悶 那種孤單 而是人就是會 無端無事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出現 是一天很多次的 如果你們留意 我想大家一定會想到一些例子 如果現在有人想到一些例子 你也可以說出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有時 在幫助人的時候 總是有時有些感覺是什麼呢? 不知道他接不接受我呢? 這個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出現過 不知道他接不接受我呢? 是無緣無事的 沒有原因的 有時那個人真的有些表現 但有時是沒有什麼出聲 但是總是覺得 不知道人會不會接受自己 這種感覺又會出現的 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我自己來說 我就知道 人就是這樣 有罪聖的感覺 那我就會立即 一留意到 我就立即說 不要緊的 他接不接受我 不要緊的 其實都是我自己想的 神接下去我就可以了 我經常祝福人 就不用計較人 別人是否接了我的 那我就會處理 然後祈禱 然後我就放鬆了 我就會時時感病 我一起來 感謝神 多謝耶穌 耶穌有很多恩典 一開始起落 就容易保持起落 一有不開心 我立即就找到一個源頭 為何會不開心 而且立即說 神給我恩典 是足夠了 大家想想到一些原因 大家會有不開心 就是我現在想特別是講到 即使我正在講到罪 內疚感 我想特別講到這個情緒 我是沒有原因的 是突然間有些事 你應該是大聲一點 沒有 我是 其實我未純服之前 我其實一年都有兩至三次 是不定時 突然間是 那一天復復下班 情緒很低落 事大一個同事一句說話 我就會發瘋 就是會罵人 平時我是不會亂罵人的 但是那一天 就突然間會發脾氣的罵人 接著那些人就說 我亂了什麼事 就是我沒有任何原因 會突然間 那一天會跌得很低 現在就好些了 這半年試過發作一次 不過就沒有再說罵人 就是自己知道 咦 又來了 這樣 然後祈禱 讓他自己快點 放鬆放鬆 謝謝 好 你發覺 處理過程 當你想處理那個情緒的時候 處理過程是容易 困難 有時處理不到的 現在呢 一祈禱的時候 就會 其實是現在很快知道自己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然後祈禱 祈禱 讓我不要發作 然後就會開始順利 所謂的順利 就是不會說有一點點的 或者一個字會搞到我很不開心 就是很快會平復 OK 不會維持一天 有可能是那個時候發作完就沒事了 OK OK 好 其實呢 我會這樣說的 就是 你可以用多方的方法 任何的方法幫助你 處理到那個情緒 這樣也是有幫助 只要那個方法不是好的方法 例如我剛剛聽到有些方法 我就覺得有些不太好 就是有些心理學員的方法 就是怎樣呢 就是給你一些東西回家 當你不開心時 就去打 找他們打 你打了 他就說你打了就發洩了 但這個呢 就是 可以令到他的爆發性更加加強 就不是內在處理 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有問題的處理方法 那你 就是總之你用任何方法 就是那個人都是無意的 或者就算他有意 是他的問題來的 就是總之任何方法你跟自己說 或者你出去走走走 或者是有其他方法 祈禱是我們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除了祈禱之外 其他方法能夠處理 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習慣 去處理情緒 那我就發覺呢 情緒的出現是 真是很無厘頭的 就是有時是沒有原因 有時是很 高峰之後就會出現的 在高峰之後會出現 在這件事都很好 很開心的時候 之後又會出現 有時是被人折 有時是自己想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或者是怕自己做得不好 可能沒有的 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就會有這些事情出來 還有如果有些人的家庭 或者生活是有些困難 譬如說 家人對自己不好 有些事情有些困難 自己本身已經有些情緒的問題 有親這些問題更加困難 但是我想給一些安慰的說話 其實我們盡量用一些安慰正面的說話 幫助自己 就是我今天如果改善了些事 已經有進步了 我今天處理到一樣 我明天就會處理得更多 因為有時人會這樣 譬如有人 又可以憂鬱的習慣 自己無緣無故就憂鬱了 那你就試一下 自己數一下 我有神的愛 有神的恩典 又真的祈禱得到幫助 又得到力量 又有改善 所以我值得感謝神 於是我就說 不要緊的 我的情緒可以放下 靠耶穌可以得勝 發覺平安了些 或者一路祈禱平安了些 那就欣賞自己了 今天這些得勝 我下次又可以得勝 你試過一次情緒不開心的時候 你得勝 那你得勝 也有時間 有些人就快些 有些人就慢些 當你做得快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 情緒就不一樣 思想 思想你可以一秒鐘 立刻改變 譬如有一個人 一說你 立刻說 心姐說 哦 她說的話不是真理 譬如她罵你 不是真理 於是 她一罵我 立刻那一秒鐘 我就處理了 在那一秒鐘 或者在一分 總之不是很長的時間 我已經處理到思想 但她的情緒會怎樣呢 就是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自己走出來 那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有些人會快些 有些人會快些 有些人會長久些 但最重要就是 我們去處理 我自己是試過很快的 就是怎樣 耶穌愛我的 哈利多耶 甚至有些情況 是沒有地方能夠 即是有些情況 壓力比較大 譬如那人做的事 比較傷害性大 我們走入一個 沒有人的房間 或者走入洗衣間 哈利多耶 不一定要開聲 在裡面很自由地 很輕鬆地 讚美神 立刻很快就鬆了 或者有時候一轉過頭 就立刻感激神 就可以很快鬆了 但有些人未必這麼快 但不要緊 總之你是改善了 你就恭喜自己了 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就再處理 讓我們不要有些錯誤的信念 就說什麼 唉 我也是很難搞的 我也是很低層的 那就容許低層繼續下去 以及指控自己 你也是一個煩惱的人 你也是很難搞的 這些就是判定了自己 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 第一就是早上起床 立刻感謝神 讚美神 立刻看到好的 立刻讚美神 家裡也可以放一些 種一些花 或者 買一個小小的金魚缸 放一條金魚下去 金魚是最容易養的魚 不過你不要放多 因為放多就會很髒 一條兩條 小條的金魚仔 在江上 你看看金魚游泳 是會讓人舒服一點的 因為它有生命氣 而且金魚的尾巴擺得很漂亮 你看看它游 你會覺得 人會比較鬆 那些魚 這麼小的空間 都游得很開心 都很輕鬆 你這樣游得吃 就很開心 於是我也可以感激神 看到它的姿態很動 很輕鬆 你也會開心 不過萬一一條魚死了 你又不要憂鬆 有時候又會有些事情發生 那 即是怎樣保持它乾淨 怎樣可以保持它 但是你知道換水不能換完 換完它就死了 因為那些 那些綠氣就會 綠氣又會整死它 即是說 總之有任何的 令到你開心的 就是讚美神為主 一有負面情緒就立刻處理 然後早上起床 立刻是這樣 一有知覺的時候 即是甚麼叫有知覺 咦 醒醒了 我意思不是這樣 而是你忽然間走走走走 咦?我沒有祈禱了 知覺沒有祈禱 即是知覺自己沒有祈禱 立刻就 season 一知覺自己 咦?現在沒有想著耶穌 立刻就想著耶穌 那你嘗試一天都是這樣 多次這樣 你就會成為一種習慣 我呢 即是經常都有這種習慣 變成我會進入深度的感謝神 深度的歡喜神 一直在心裏 耶穌真是好了 阿里路亞 很輕鬆的狀態 整個人又放鬆 情緒會保持在起落的狀態 我的確以前曾經試過有害怕 試過有偽患 壓迫感 現在都沒有 有時內中出現 我又立即處理它 有時內中的旅館 第二次的照片 什麼事 我再給你一首 天下 最後就算對你 我再給你一次 我再給你一首 我現在就給你一首 你把圓